各位狗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优选的频道 今天是一周结束之后的美股周复盘的节目 每周结束之后我们会上传一个美股周复盘的节目 大家记得准时观看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节目呢 就订阅一下频道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开始 第一个是美股三大股指的复盘 过去一周美股出现止跌迹象 下一周会持续向上吗 同样我们也会讲一下下周美股三大股指的预测 第三个会讲一下五大科技巨头走势分析预测 涵盖像Facebook Amazon Apple Tesla Google Netflix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股票想要我们帮您分析的话 也可以留言你的股票代码下来 那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 美股三大股指的复盘 那我们的复盘用到的更多的是图形 技术分析 所以涉及到的指标呢 会是布林线 MACD量价 好 那我们先看道琼斯工业指数 新的一个月已经开始了 我们有必要也给大家去预测一下三月份的走势 从2022年12月30号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在重复 这个规则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属于阴阳相隔出现的规则 阴线阳线阴线阳线 所以按照这个简单的规则来讲 三月份应该是收阳线的 但是具体收多大的阳线这个预测不了的 或者预测一下收阴收阳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 周线里边我们就一个密码 也就是关于三的密码 连续上涨或者下跌三个蜡烛 它就容易出现反向的运行 上一周我们预测 本周美股会出现反弹 真的出现了反弹 到底是怎么预测的呢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下跌三之后会容易出现上涨 截止到上一周呢 已经是三连阴了 并且它也跌到了前期低点的附近 前期低点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是三万两千六百点 上一周自己点是三万两千六百四十三 刚好到达这个位置 所以本周出现了不错的反弹 而且突破了上一周阴柱一半 三万三千两百三十八 这是比较好的征兆 那有人说下周会继续涨吗 以及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去讲到 日前图当中就更加简单了 因为前边你可以看 在去年的十月十九号这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地点 之后呢开始震荡往上 最近也就是在二月十八号 上一个月底的时候 刚好运行到这个位置 出现止跌信号 然后最后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出现上涨 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边的高点连起来 如果未来上涨会到什么价位 以及阻力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连接最高点到四高点 我们得到这个点 这个点以及未来的点 那这个点呢 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讲 基本两天以后就会到达这个位置 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一点附近 从基本面来讲 最近出的一些经济数据非常强劲 就在一过去的话 很多人认为数据越好 越是坏消息 但是市场呢 最近又不按着那个规则走了 所以说我们在看新闻 或者说参考一些经济数据 参考一些投行 包括一些大咖 他们的这个分析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市场它总是不按逻辑走 但是我们的方法呢 它是唯一的 是不是存在说 似是而非 不能两可的 图形呢 它就是市场 因为市场永远是对的 谁是错的呢 人既可能犯错 所以我们学会分析市场 尊重市场 按照市场原有的形态去分析 那我们就是用图形技术分析来分析 往往你可以得出更准确 更及时 更客观的规律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频道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你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也非常认同的话 定义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实际更新 技术分析的一些好料 好 我们除了用蜡烛图来去看 我们也会看一些指标 但是从指标上来看 也会出现一些好的征兆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布林线 布林线它的英文叫Blinger Press 相信很多人都会比较熟悉的吧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可以到回去我们上期节目 看那个布林线的使用 比如目前处在上轨线以上 所以说它是属于牛道里边的 然后你可以看 它其实从去年的11月30号那一个月 就已经到达了中轨线以上 然后目前呢 一直在沿着中轨线往上走 中轨它是32470 中轨破掉以后容易往下走 中轨没有破掉容易往上走 往上走的过程呢 到了上轨的位置呢 也容易出现一个阻力 因为你看多数它见到上轨之后呢 就容易回调 尤其是在短周期里边 更加容易出现高点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周线 或者说日线里边去看 那我们看周线 其实你看周线的时候 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阴柱的时候 你发现它刚好触及到了布林线的下轨 一般出现到布林线下轨之后 它容易是个地点 比如像之前的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以及这种位置 所以说给我们的买卖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看到吗 也说它到达下轨的位置 那你买入你看 或多或少你都会赚一些 那而且这个通道越宽的话 它的账的幅度越大 通道越窄 幅度越小 或者空间越小 现在目前看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小 上一周打到下轨之后 本周还跌破了下轨 但是最终说上来了对吧 下周同样 我们要面临着中轨的一个阻力位 三三六三四点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日线 日线这面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三的规则是吧 也就是涨了三天以后 它容易调整 现在已经回到了公林线中轨以上 下边的MACD指标也出现了金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 但是不意味着反转 就跟这边一样 它出现金叉之后是吧 这边也上了中轨 但是它有可能回复啊 就是反复再往下回撤 但是只要没有跌破下轨 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下周回撤 最好不要破掉中轨 是最好的 破掉中轨的话 我们就看下轨的位置 这个是关于道琼斯的 然后我们来看SPS500 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能会讲快一点 因为刚开始我们 接触到这些技术指标 可能不是很熟悉 所以说经过刚才的讲解之后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 对图形分析有一定的认识 好你看啊 SPS500 它也是运行了一个阴阳阴阳的规则 所以三月份也应该受一个阳线 对吧 然后从布林线角度来看 它也是回到中轨线以上了 从这边你看 它其实就已经突破了 但是又回来了 突破 这个就是没有跌破中轨 现在目前三月份 也是在中轨线以上 所以说暂时还是 比较乐观的 周线角度你看 基本上跟刚才讲的一样 三之后 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呀 上涨 比如之前这种位置 对吧 都是比较类似的 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以说你看 SPS500 截止到上一个礼拜 也是下跌了三周 结果就切了 有时候的话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 趋势线的角度去画一画 对吧 你看它也是到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说时间到位 然后尤其是 我们看一些指标 对吧 比如说你技术分析 跟这些指标 如果都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就很好 在第三个蜡烛的时候 虽然跌破了中轨 但是它 在本周就收复了 对吧 就没有问题 比这边要强 基本上是跌破之后 两周 第三周 第四周才过来 这个是第二周就过来了 代表很强势 对吧 然后我们在技术分析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就是属于划线的技术 而划线的技术 它往往会非常的精准 比如说我们连接这个地点到这个地点 我们就得到了目前的地点 刚好就是在启动之前的这个点 你发现在3月1号的位置 最低点刚好处于到这条线 结果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除了用一些指标 还可以做图 划线 对吧 然后基于布林线的角度 它的情况 它已经回到中轨线以上 而且这边也出现了金叉 对吧 但是刚才我们讲的了 金叉之后 它不一定就是马上要起 它有可能又调一下 震荡一下才起 对吧 但是不能金叉之后 马上又死叉 对吧 然后金叉之后 未来也就是下周 既可能要面临的是 是否突破零轴 MACD的零轴 突破了的话 就容易持续向上 比如这个位置 看到吧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比如这个地方 它也出现金叉了 但是没有办法突破零轴 包括这种位置 是什么 刚开始也没有 后面才突破零轴 零轴线呢 是股价是否演化成 长期向上 或者是否反转的一个 判断的标准 但是纳萨科呢 我们看到100的指数 我们还是从月线开始 月线这边上一个月 纳斯达克应该是最强的 因为它呢 收了一个十字 不能算阴线 但实际也算是一个阴线 它也存在着阴阳阴阳的这个规则 但是说纳斯达克可能 本月涨的比标普500 以及道指可能要多 因为它上个月跌的比较少 对吧 如果说本月就突破 打破这个平台的话 那么纳指可能是率先 进入到反转的一个指数 但是这个还要配合美联储那边的政策 比如美联储 下周二周三又开始发表 比较鹰派的讲法 就会打击 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这种强势 我们看一看布林县 布林县这边在 一月份的时候是突破了中轨 然后上一个月是回台 这个月是确认 所以说如果这个月 收了阳线 而且收了一个不错的阳线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 目前来看 三月份也是应该收阳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周线 周线里边 目前来看 它这边也是跌了三周 其实中间一周呢 是十字 但是算在一起也是三周是吧 调整一个三周之后 它容易出现上涨 对吧 比如你看 经常会出现这样子的 然后并且 纳斯达克指出呢 它的低点已经没有创新低了 是吧 是在创新高 看到吗 你可以这样画上啊 这是轮廓图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指标角度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预测的时候 尤其是像纳斯的话 它用布林通道会更好一点 也就是说 你看 它经常会遇到上轨之后就下来了 对吧 遇到上轨就容易下来 看到吗 也就是我们在预测的时候 你发现 它在二月份的三号这一周 就已经打到上轨了 对吧 接下来就开始调整了 然后调整到最后 你发现 它在本一周 最低点实际上也是探到了中轨 是吧 有中轨线 对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前面几次 你发现它都没有站住 上了中轨之后 很快就下来了 看到吗 很快就下来了 这个也很快就下来了 然后我们说 上了中轨 回踩中轨 再起就容易反转了 所以说纳指这边呢 刚好是配合的比较好的 然后本周的最低点也打到了中轨的位置 然后收盘呢 收到了一个不错的阳线 未来的时候 你依然需要看上轨 是吧 上轨线的位置 如果没有办法破掉呢 就是会出现短线回调 但是回调不破中轨呢 代表它还在牛市当中 从MST指标来看呢 就至少红线已经上传零轴了 这个是比其他的两个指数强的一点 日线图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不灵通道 然后发现它已经是在反弹两天 这两天的 发现它的MST指标已经近差了 而且也是过了上轨 当然我们需要画一个线给它 也说下周所面临的阻力位置 在一万两千五百三十六点 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办法过到的话 这容易往下走 对吧 所以说它已经是第二天的上涨 如果说下礼拜一还是接着涨 那就会面临到 刚才讲的这个一万两千五百点的阻力 前边你看它涨了三天下来了 对吧 这个位置如果说没有超过三天 它还是属于正常的反弹 三天之后如果说它下跌 没有创新低 比如到这下来没创新低往上 它就会容易创新高了 当然我们也是要看一下MSTD 是否上零轴 这个很容易 如果下礼拜一再出现一个阳线 就是容易上零轴了 就跟这边一样 上零轴以后呢 它就会持续这样一段时间 这是关于三大股指的分析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及时跟你做回复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点赞留言和分享 因为大多数主播呢 都是讲财经的一些 比如说基本面啊 新闻啊 消息啊 以及一些大的基金投行的一些看法啊 报告啊 对吧 我们的角度的话是从技术分析图形的角度 从市场的角度去入手的 更加容易能够得出准确及时 然后客观的结论 能够提早的让你知道该跌该涨了 在美股市场那边 往往你们发现 当新闻出来之后 你再去买 它就结果就反手往下 对吧 然后利好消息出来之后 你买了它结果反手做空 所以这些大机构的话 它会对这些非常敏感 美股对于这些消息非常敏感 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 确实跟不上 所以说通过技术分析来讲 这可以让我们提早的知道 阻力位支撑位 根据技术分析做交易的话 你往往可以做到先知先觉 如果说你也非常认同我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身边有做美股的朋友 也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